所以委員真的 你今天講這段話 很多人很驚訝 真的 最少我講了 我講過 我也是年輕氣盛一時不差 我就在凸顯這種矛盾性 就是說假設 有很多東西很難回過去 但假設 國民黨在2020年大敗的時候 國台民說 來 我來接黨主席 把大家從谷底裡面拉出來 如果是危難的時刻你出來 大家會多感謝他 今天比如說BNT 為什麼那麼多人感謝他 因為那是最困難的時候 他去買BNT 國民黨是這樣 如果說你今天說 你要回來代表國民黨選舉 你不需要這麼高姿態 你懷著一種 對不起 當時我真的年輕氣盛 一時不差 看看有沒有機會 探探口氣 而不是我等你一個辦法 好像你在交代公文一樣 那人們就會想到 在2020年留下的傷口 你把 就像我這樣形容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雖然是有點怪 但是很貼切 你要離開國民黨 你為什麼要去罵韓國瑜 你要離開國民黨 為什麼要踹國民黨一腳 國民黨挽留你 你還說我們跟你哥哥地 那好歹 你當時要來國民黨參選的時候 國民黨也是熱烈歡迎 你當時郝龍斌 他們還要吳敦力 搬了一個所謂的榮譽黨員 給你有黨員資格 對你該做的事情都做了 那你在洪秀柱時代 借了七千萬給國民黨 洪秀柱也還你了 所以感謝是應該的 可是你也不需要 對國民黨這麼姿態吧 這個他可能忽視掉了一個 一個偉大的一個哲學家 講的名言 政治是人心的事業 那你國民黨裡面 有這麼多不平的之氣 你現在又要朱立倫 去鋪好紅地毯 準備好大花轎 請您這個霸氣總裁登上花轎 我們幫你抬到凱達格蘭大道去 你這人人心怎麼會平呢 而且我要提醒朱立倫 像比如說郭朱配算有0.49 這個話我已經講過不太清楚 因為我觀察台灣的選民行為 已經觀察了很久了 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選民行為的演化跟進化 在佐水溪以北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選籍情節 我並很坦白承認 但是在佐水溪以南 真的選籍情節很難 還有一股濃濃的 在選舉上會出現的 那我來幾個很強的佐證 給大家聽都知道 這個韓國瑜跟蔡英文選 趙嫂她是雲林縣的女婿 而且李家芬的家族在西樓也曾經競選過 好幾次的市議員 你知道嗎 在西樓的韓國瑜跟蔡英文的得票率多少 是66比30 然後在雲林縣開最後的票更可怕的 還有72比28的各縣市得票 所以這裡面已經不是理性的一個行為在考量 是有很多感性的跟認同的 那如果你郭朱沛 那剛好中了誰 中了賴清德的一個心中大喜 他南部地下電台一開就說 哎 國民黨都嘛 都要多省這樣賭 李家芬就掛了 這種東西已經很難解釋說 我兩岸和平啊什麼東西 它是個認同的一個情形 我自己也是一個受惠者 怎麼說呢 當時我在台北市第一次選立委的時候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剛好三黨都提名十個人 英選民有十個人 碰巧之後我一個本省人 那民調我根本是選不上的 後來我開票幾乎是第一告票 因為我發現什麼 那個很多中南部上來的 包括很多的本省人說 哦 民進黨也沒有提我們中南部的人 只有國民黨的拿名字 這是野港的人 野港的孩子一句話 其實很多那種菜市場的很多禮啊 以前都投給民進黨的 結果本來說 民進黨配合這是羅文家的選票 結果一扭轉之間那種認同一發動 全部投給我 我是這樣上 我坦白承認 所以委員我想問你一下 目前在國民黨內我可以這樣講嗎 應該已經沒有 郭台銘參選這個選項了吧 我不是黨主席我不能這麼講啦 那如果說要我這個 你目前來判斷 我一定主張猴盧沛 為什麼國民黨不能有女生呢 對不對 民進黨可以推女生出來選總統 為什麼國民黨老是那個 臭男人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目前在這個國民黨內 我再問一次 已經沒有郭台銘代表 國民黨選總統這個選項 目前黨內氣氛各方面來看 我覺得氣氛很差 當然我不曉得小心他們這個 當選者什麼看法 我們都退出一官兵 看起來實在是 戰鬥欄 我覺得是很麻煩 我覺得問題會層出不窮 所以小心講一下 這個侯友宜這個代表國民黨選總統 應該已經成為共識了 當然還要經過一些黨內程序 是沒有錯啦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結果 就是朱立倫會征召侯友宜 然後參選2024年的總統 他很早就做這個議員 對對對 這是我的判斷 那我個人對於郭台銘跟侯友宜 我都覺得他們有好的地方 跟要加強的地方 所以誰最後會出現 其實我不知道 可是我個人的判斷是 朱立倫會征召侯友宜 那理由當然很多 剛才亮哥跟這個委員都有講過嘛 那第一個是說 整個制度會不會因為 在這個你要邀請他回來的過程當中 被打亂啊等等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你是想要選取 這個跟民進黨對抗的強度 還是穩定度的考量啊 那如果我們現在的氣勢還不錯的話 那可能作為主席 如果我是總教練 我就會覺得比較穩的人上場 比較能夠維持這個氣氛嘛 那再加上我覺得這個郭董 他的起手是講的這個年輕氣盛之後 在網路上確實 大家的討論度就會覺得說 欸好像還是在穩定度上面 這個有所缺乏 那再加上說 侯友宜他的民調一直都是很高 而且是國民黨裡面 不是所有人裡面 已經有現場的強強了 是最高的 對 亮哥怎麼看 在三位現場 這個亮哥 亮哥不是國民黨嗎 亮哥比較客觀一點 你怎麼看待 我覺得洪秀柱真的幫了侯友宜大忙 因為侯友宜最不被信任的 就是深藍這一塊 因為我有在幾個深藍群組 那洪秀柱真的是幫得到 補強的這一塊 對 那因為他有一定的分量 那我覺得 郭的問題事實上 中天已經討論過很多了 就是你要追求最高位 我坦白說 這個首長選舉 縣市長或總統 你一定要先付出 你要讓人家有感念 政治是人心的事業 他覺得他付出了BNT 那個並不是 那你就組一個BNT感念後援會 這樣才叫政治 你知道不能是 不能你說消費者都感謝我 那消費者在哪裡 全民都是 對不對 這個你總要有一個 政治集結的過程 比如說我今天下午 我就跟謝龍介同台 那我就講了一個例子 我說郭董他應該也會做民調了解一下地方的選情 那在去年 謝龍介跟蘇清泉一路直追的時候 如果那個時候他去台南跟屏東幫他們兩位站台 那比如說假設 那號召BNT的人都出來支持謝龍介這樣 那謝龍介反敗為勝 那我講謝龍介就是還一百倍 對不對 就是這種東西 去年蔣花安張善政 蔣花安比較強 張善政都還不一定會贏的時候 你如果那個時候登高一呼 那人家就會感念 就政治人物要感動人 要嘛就是你付出先幫別人 要嘛就是你提出一個很好的理念 那你先做嘛 讓人家覺得你可以實現對不對 要嘛就幫大家給資源嘛 反正你資源多嘛 他是幫民眾黨啊 對不對 我說他現在 我坦白說他到最後有沒有幫高鴻安站台 所以我的意思說去年 那國民黨去年是在一個考驗期嘛 不確定自己能不能重新站起來 那那個時候你如果願意出錢出力 那人家就會感謝你 國民黨現在已經是在上升時刻了 人家去年大勝也沒靠你 是靠自己就這樣滾滾滾 徐曉欣的貢獻員超過你對不對 人家就這樣翻身 最後我同意 對不對 怎麼講徐曉欣跟王宏輝兩個大工程 就是說人家已經自己翻過來了 那你這個時候才突然就說 我可以代表你嗎 有這樣的嗎 對不對 我在最需要外援的時候 你沒有來 那個時候能夠得到的人情一定最多嘛 所以我是覺得他的整個的SOP 政治的SOP都不對 所以你現在得到的效果都反效果 對不對 那當年你怎麼說國民黨 你離開的時候 對啊 那個話也講的 對不對 造成了一些傷害 對不對 分贓腐朽 那請問四年之後 國民黨現在分贓腐朽都不見了 不要再勾勾丁啊 就是你要有一個好的理由回來嘛 然後好的出手讓人家感念 他都沒有做到啊 都沒有做到啦 所以就覺得 其實鄭元兄講很多我都很同意啦 就是奇怪 你事業做這麼好啊 怎麼對政治 好像就是還沒有進門這樣啦 這種感覺啦 他是澎湖浮澎 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乾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而這件事情 然後就勝利在心地 南下 premium 對陳小%, 然後就不要沒辦法 恐嚴醫院 你 pł取得 我就晚上